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拽真呆萌的小红恩也是刀刀见血啊 会不会和第一季的赵丽景有得一拼呢 那姐当然是不用说了 佛陀的气氛担当在澳门战中一开场就和女神们打成一面 快看我们韩哥都这么说了 只要分组有她在我的身边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靠谱 所以有她的陪伴我觉得非常非常放心 莫文蔚 红星女神 杨依燕 闺蜜甜心 Karen这次参加我们来了 也是玩心大发 大显童心 而且第一期的节目中就将展现莫文蔚的另外一面 在澳门战的录制中 莫文蔚可是在300多米高的澳门塔上狂奔啊 可谓十分惊险啊 而姜依燕则会一改文青的印象化身闺蜜宝 何颖要带着她 天娜小红恩聊心事也要带着她 我跟那个我们就乔安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她一直其实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们一直聊了有两三个小时 而且摄像机都在那 可是我就是很想跟她说 相信一定会是姐妹们感性的树洞 西梦瑶追货小巨人 虚焦 游戏焦娃 当然了 每一季也少不了一个吃货美少女 她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西梦瑶 到底有多能吃 快看看厨艺大长的韩哥怎么吐槽的吧 这次我们来了要走遍六个城市 美食当然是一大看点 澳门的菩萨红酒 苏州的同泽星面 听说八位女神都要秀厨艺呢 娜娜的厨艺可是得到物理杰克的真传呢 当然了 作为年龄最小的娇娇 可是这一季的游戏能力者 发布会上自爆在澳门战中的澳门塔班级 全集舞台上 追赠雅之姐也毫不畏惧啊 国力十足的娇娇 一定会在游戏环节上六道飞起来 好了 剧透了这么多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等到7月22号晚8点20分 准时播出的《我们来了》中一探究竟了 猫果TV也将全网独播 最后剧透一下 第一站就有一位女神流下了眼泪 发道